大家好,我是國網中心的林俊玉 今天我想我主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用一個很簡單的Case 一個Simple Reduction的Benchmark 來看看我們未來在如果要應用這個同態加密的話 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以及它效能上的一些行為 另外我們在設想一些可能的應用 那同態加密其實就是 我可以在不用解密的情況下進行加密 所以基本上它補足了現在資訊安全 計算儲存網路的 計算這一塊的資安隱密系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做任意的 針對任意的加密的Data做運算 包含像是簡單的統計 或者是甚至機器學習 甚至是搜尋資料庫等等 那其實它用到的 它用到的背後的原理其實是 其實是在這個加密系統裡面 明文跟密文上它有一個所謂同態的關係 也就是一對一的對應 所以它可以在密文的空間裡面做一些操作 那在明文的空間裡面 它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很多傳統的加密的系統裡面 它都有這樣的數學結構 所以像早期我們可能常聽到的RSA等等 它其實就是某種所謂的 partial的Homomorphic encryption 但是它只支援乘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所以它一個只支援乘法的統態加密 它有一些好處 但通用性並不是那麼廣 因為我們希望的是 能夠起碼支援乘法跟加法 那這樣子in principle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在早期還有一些 像是所謂的 somewhat homomorphic encryption 那它支援乘法跟加法 但是它的壞處就是它只支援 有限次的乘法跟加法 所以這也不是很好用 因為對於像一些需要做 iteration的case 像是machine learning 的話 它需要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這個也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們目前比較常見的 sorry 目前比較熱門的全同態加密 它其實是based on一個叫做 金格密碼學的東西 這個東西現在還蠻熱門的 因為它跟quantum computer 其實還有一點點關係 它號稱是在那個 後量子加密 加密 它是一種後量子加密的系統 因為它號稱它可以 甚至抵擋quantum computer的攻擊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那但是這個金格密 基於金格密碼學的統態加密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原理基本上是把 明文加上一堆noise來做操作 所以當你的計算一直下去 做一個乘法 做一個加法 一直做一直做 它的noise會越來越大 導致你沒有辦法解密 所以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這些這個community 他們花的很大的功夫就是 怎麼樣去控制這個noise 那在這個 在09年有一個突破 是IBM的gentry 他想了一招就是 他把這個密文解密再加密 達到一個刷新密文的效果 但是因為你 但是他這邊重點是他解密的東西 是用加密的密要去解密 因為你不希望你的密要讓其他人知道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這個是一個 用同態計算來做加密解密的動作 這是個非常非常耗資源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 其實並不是直接用這個很昂貴的 可以boostrapping的方法 現在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像是re-neutralization key switching modular switching 這些有點up 有點近似的方法 但是他達到 控制noise的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 這些 這些open-source的project 其實很多其實是基於這個 這個比較是近似的結果 那這些 這個領域現在蠻熱門的 所以甚至已經在這個community 有一些technical的standard 已經慢慢在成形了 因為各位可以想像 這種跟資安相關的東西 未來一定是會慢慢形成一個標準 然後大家才有在開發的人 使用的人才有一個規範 所以這些像美國的NIST 他們那個類似國家標準局的單位 都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好所以這是一個example 讓各位大概有個感覺就是 像傳統的RSA 它是所謂的 partial homomorphic encryption 那其實就是因為 在它的數學結構裡面 它牽涉到的是這個明文的 它的加密結構就是把明文做一個power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在這個case底下 我把兩個加密的東西 乘在一起 它這個root部分是可以乘在一起的 所以用這種結構就保證了 它的乘法是在 加密空間跟非加密空間是preserved 所以這只是一個 讓各位有一個sense知道說 他們背後的結構大概是怎麼樣 那麼在金格密碼學裡面 它有一些基本的操作 它允許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其中它的代數結構還允許另外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是它允許明文密文的batch的操作 就是說它就是在沒有這個之前 我們在加密解密一次只能加密一個訊號 一個訊息 但是如果我們把很多訊息 派個成一個比較大的密文 它可以一次的加密解密 就一次做掉了這麼多密文的加密解密 所以一般來講這個batch side可以到8k甚至16k以上 所以這個效率是很恐怖的 它一次可以把這個效能提升很多 有點類似這個多核心計算的感覺 所以它在這些框架底下 它允許了幾個基本操作就是 第一個是這整個batch vector 它的element-wise的乘法跟加法 這是同態加密 全同態加密的基本要求 所以我可以把兩個vector做乘法或做加法 另外一個它可以操作的事情是 它允許讓這個vector裡面的element 它全部往左或往右 shift n個element 所以我可以shift by一個set by一個offset或兩個offset這樣子 這是它基本的操作 因此呢 所有其他的操作都可以用這些操作 把它組合起來 例如說我可以把一個vector 010000乘上一個密文 我們就有辦法把密文的其中一個element挑出來 這是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是假設我有很多密文 C1 C2 C3 C4 我把這些密文裡面的某一個element 全部挑出來 組成另外一個密文 那這個操作我們叫merge 這其實等一下我們再看我們的那個 reduction的benchmark裡面 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另外像比較啦 排序這些東西都是可行的 但這個因為它牽涉到的計算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目前的一些open source的package 都在對於comparison的資源還比較差一點 不過這個in principle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如果可以做到comparison 那我們基本上就可以做現在資料庫可以做的任何事情 我可以做sorting 我可以做sorting相關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現在幾個比較常見 比較熱門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以及他們所支援的各種不同的演算法 那比較大的就是像IBM的HELIP 然後Microsoft的CEO跟Policy 它是另外一家公司叫Duality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用Policy來做這樣的benchmark 那其他的話 都是算一些應該算一些比較新的嘗試 那有一些像GPU的project 不過這個都相對它的規模都好像都比較小一點 那橫走是他們各個所支援的不同的演算法 那目前同態加密有幾個比較主要的演算法是像BGV 這是三個不同的人 三個人人民的縮寫 那它支援整數的操作 那CKKS是四個韓國人的縮寫 它支援時數的操作 你可以處理小數點 那另外一個也是支援整數 那也有支援那個布林代數等等 那這個boostrapping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們就直接把boostrapping 始作在裡面 那這個我們比較不會去討論到 所以今天我想就是主要focus在整數跟實數 這兩個case sorry 實數跟整數這兩個case 我們來針對這兩個case來做個benchmark 今天的目的主要是這樣子 那我的benchmark的scenario 就是一個同態加密最典型的應用 它就是把計算外包到其他機器上 像外包在google雲端 amazon雲端 或者是國網的雲端 那在資安的要求 我data owner 資料擁有者 希望這個雲端的機器 希望雲端的機器 不要知道我們在算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基本的scenario就是 假設我有一個table 那有很多colum 那我身為一個data owner 我先產生key 然後我把這些資料加密起來 送到雲端上面 那雲端上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例如說我們這邊就實驗了一個 1000萬個number的reduction 它可以是平方核 甚至是三四方核等等 那所牽涉的 所牽涉的 所牽涉到的幾個基本的操作 就是像key generation 加密 然後計算跟解密 所以這個整個操作 其實可以把它想成是現在公钥系統的延伸 因為在公钥加密系統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牽涉到key的產生 加密跟解密的部分 那在同代加密就是多了一個 加密的計算這個部分 所以主要的idea是這樣子 好的 那怎麼樣做一個很大的data set的reduction呢? 這邊其實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那我們主要 例如說我有一個table 然後我要把這個column 可能是1000萬筆 2000萬筆 把它做一個reduction 先平方核 甚至更複雜的計算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它裡面一個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一個Cypher text 我剛剛提到一個batch的Cypher text 它最多就是支援8k或16k的batch 所以我們的strategy就是 處理就是處理 用batch by batch的方式 處理這麼多個dataset 所以我們先 例如說8k 先針對這個8k的data 做一個partial sum 那 因為這是密文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像傳統 用一個do loop去做它的sum 所以我們需要用剛剛提到的 那幾個基本的操作 那以上為例的話 其實我們發現 只要 基本上你只要透過rotation 跟相加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而且假設是8k的資料量的話 其實我們不用真的去rotate 8k次 它其實有更快的做法 是rotate lock 8k次 所以大概是十幾 十三十四次左右 就可以完成的做出來 那像這邊的話 這個綠色 sorry 這個橙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不會去用到的資料 但是因為我們是一次針對 整個密文做操作 所以它還是會算在裡面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最後會得到 這個在這個8k的密文裡面 我們會得到每一個advent 都會得到這個batch的partial sum 所以這是一個蠻關鍵的部分 這聽起來其實蠻streak的 但是如果 但是剛開始 我們其實花了不少 花了浪費了不少時間 因為之前沒有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之前就是很拿易 直接把整個東西做加密 但是它程式其實不會報錯 但是你發現它的答案是錯的 那所以看來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關鍵的部分 好 那最後有了partial sum之後 我們再把這些 每一個batch的密文的第一個element 挑出來 merge出來 得到另外一個密文 然後我們再重複這個reduction的動作 再做一次 所以整個過程 就是整個過程 做reduction過程其實蠻單純的 那如果說有在寫GPU程式 或者是多核心計算的朋友 其實對這個過程應該是蠻熟悉的 因為我們發現在GPU 或者是多核心計算 在處理向量的reduction 它其實也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這是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好 那我 那如果我們現在看一個 policy 一個code的大概的架構 它其實就是重複我們剛剛提到的四個element key generation incruption evaluation 跟decuption 那目前這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它其實對這些資源都蠻人性化的 所以其實提供的function 如果我們知道它裡面這個同代加密的步驟 其實我們直接看它的function的名稱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用了 那只是要小心這些參數的操作 所以呢 大概它的參數的操作 要注意的幾個參數其實 它像這邊的話 在定義這個context 在這個定義這個cryptocontext的時候 它其實牽涉到蠻多參數 那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 它的預設值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其實有根據這個community提出的standard 他們已經針對各種不同的security level 128bit 192bit 256bit 做一些這些參數的預設值 所以對於一個使用者 我們其實還不用去擔心太多 基本上用它的預設值都還可以操作 比較要注意的幾個參數就是 像這個乘法的深度 就是因為我提到我們現在這個方式 其實並不是最general的boosttrapping的方式 它是有點approximate的方式 所以你必須要先知道你的計算 它的最大的深度是多少 假設是一個乘法 它的深度是1 然後兩個乘法 sorry 一個乘法深度是 兩個數字的相乘深度是1 那四個數字的相乘它的深度是2 因為我可以兩個兩個相乘一次 然後再把兩個兩個乘出來 結果再乘一次 所以它的深度基本上 假設是n次方的話 它的深度基本上是log2n OK 那另外一個參數是 明文跟密文它的modular p跟q 它的意思是 因為它們的操作是 基本上是用 用這個modular的操作 所以假設這個數字 假設你的參數是50的話 那51它是把它當成1來看 因為它是用這個modular來操作 因此這個參數相當於定義了 你可以支援最大的整數 最大數字的range 有點像是在寫c元的時候 那個我們整數跟浮點數 它都有一個range 所以這個是也是要稍微注意的 那如果說我把p設成50的話 它的50個bit 它的所支援的precision 大概就是15個位數 大概就是double precision的寬度 那密文的寬度 會稍微比明文的寬度大一點 但是因為密文其實根據這個table 給定了這個security level 它其實有一些規範 那這個q也不能太大 因為根據它這邊提供的table 其實你發現 要求的security level越高 它的q其實是越小 所以大概可以想像成說 假設你塞了太多東西在裡面 其實它的安全性反而會下降 可能有一些redundancy在裡面吧 這邊這邊背後有可能有一些比較細緻的數學探討 需要去考慮 那最後有一個ring dimension的參數 這個參數其實它對應到的就是batch size的大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幾個參數 好的 我在test的話 我用了我們中心的兩個機器 一個是on架構的機器 一個是intel架構的機器 這兩個架構的規格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在18年19年 sorry 都是在18年左右的機器 所以他們的 它的時脈 以及它的記憶體的規格都差不多 那比較不一樣就是我這邊在on的機器上 因為我是把hyperthreading打開 所以它這邊最高可以支援256個core 好的 那我這邊其實有 本來有準備一個簡單的demo 但其實 因為 所以整個城市 跑完的話 它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重複我們剛剛看到的幾個步驟 它先產生 oh sorry 我們事後都可以重新剪輯 就是如果你覺得不順 你可以重新take幾遍 我這邊有強大的後製的方式 ok 所以這個是我剛剛跑的一個簡單的case 那所以它其實就是先 呃程式剛開始它會先 這個可能要再大一點 這個可能要再大一點 所以它會先呃 定義這個 CryptoContext的參數 像是RingDimension 然後P跟Q啦 等等 那我這邊用的Batch Size 是 8K的Batch 然後總共兩 大概兩千多個 Batch 每一個Batch 是8K 所以總共可以支援的 呃 參數的數字大概是一千萬左右 那剛開始 剛開始會先產生Key嘛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它會把每一個Batch Batch by Batch的去做加密 所以這每一個點就是它去 操作完一個Batch 就 出來一次 所以有兩千個點 所以有兩千個點 然後最後再算PartialSung BatchSung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結果 Merge起來 那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詳細的 那個Timing的資訊 他們的舉是你已經收回來解密之後做還是 這邊都還是 這邊都還是加密的狀態 對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 全部算完一個數字 最後再把加密的結果 傳回User 他自己 回來的這個Packet非常小 它只是一個數字的大小 沒錯沒錯 那當然這樣子的算法是 前提是這種 加總它是 embarrassingly perilous 怎麼算 非常容易並行 才能這樣算 對 可以看到CPU 才能到後面是 啊 OK 所以 所以這邊就是剛剛那個Case 簡單的CPU的History 跟Memory的History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它其實花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實花了很長時間 在做Rotation Key的產生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最後在做Merge的時候 它要把 不同 這個兩千多個Batch的每一個Partial Sound 都抽出來 所以它需要 它需要 它基本上需要一個Full Rotation Key 其實這邊是可以優化 但是 Anyway我們這邊就先用 先把每一個Rotation 的Offset的產生的Key 都產生出來 這邊 Policy裡面的 Implementation 可能可以再優化一點 所以 這邊看到它的CPU使用率 我們在16個Code上面跑 它的CPU使用率 其實大概 大概 大概 百分之兩百 不到 這邊是 頻效率稍微差一點 那 所以你看它的Memory 其實隨著一個Key做好 它Memory就慢慢上升 上升完 最後做好之後 我這邊產生 一個Sample Data 一堆 一千多萬個Sample Data 然後再把它 用CPU 沒有加密的情況把它加起來 這個其實是一瞬間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 它把這 一千多個Data Batch by Batch的做 Encryption 以及 算Batch Sum 那這邊 因為我們是 直接去用OpenMP的平行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 完全平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CPU使用率 幾乎是百分之百 這邊 百分之一千六 所以是 用滿十六個核心 那最後在Merge的時候 然後 這邊 它的平行效率 稍微下降一點 不過這個也是 因為這個是在Policy裡面的始作 所以我們這邊 也沒有特別去做 特別平行的優化 所以整個Hitry看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時候討論你覺得 還是有優化的空間 是 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 CPU在這一群 還可以再 更好 所以 那藍色的線是 這個橘色、藍色 都是記憶體 是 這個是比較 因為在電 因為在 我們在 Monitoring Linease 系統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兩種不同的記憶體 一種是Virtual Memory 一種是Resident Memory 不過一般 我們其實不用care這麼多 一般通常 Virtual Memory 會比 Resident Memory 再大一點 因為它還包含了一些 Share Memory 等等之類 所以如果真的要計較的話 我們其實只要看橘色的部分 因為它反映的就是 這個程式本身 記憶體的原料 所以你這張圖能講 TGen跟Merge 理論上 我們如果三面積的話 都可以減到大概十幾秒 在最好的幾秒 就如果時間是完全 對 所以 這兩個部分 其實是 如果對Policy 有興趣的人 是可以再進去研究 它裡面是怎麼實作的 的確是有優化的空間 對 那我初步看起來 它裡面是沒有做 太特殊的優化 例如說 它連OpenMP都沒有 所以 maybe一個OpenMP加上去 就會快一點 對 對 好 我們更有興趣的是 它在 剛剛這個是Hitory 在Evaluation Time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找到一個比較具體的數據 來衡量 在不同機器下 或是以後不同Case上面 要怎麼衡量這個問題 所以我這邊選了一個 叫做Effective Flops Per Call的計量 它基本上是反映出 每單位核心 以單位時間 它的計算量 理論的計算量 所以我們舉了三個例子 例如說 我做整數的平方核 所以我算大概800多萬個數字的平方核 這是時數的平方核 以及時數的Sigmoid的核 所以他們的計算量分別是2N、2N跟7N 那這邊Sigmoid 因為同在加密 它不支援一些非polynomial的function 像是exponential function它不支援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一些極速展開的方式 目前展開到第三階 所以它的計算量算一下 大概就是7倍的Data Size 那我們去計算出來的結果 大概發現CPU跟 就是有加密跟沒有加密的計算 它的差別大概 以時數的部分大概都是差 大概5000、6000倍左右 所以這聽起來蠻恐怖的 但其實我們如果看 其實非常好玩 5000多倍就表示可以用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它實際的時間 在Intel 機器上 我們去算800多萬個數字的加總 它其實也才花不到2分鐘、3分鐘的時間 所以至少在簡單的Case 這個是可以用的 因為你們的重機都比這台電腦好5000多 等一下 全開的時候 這個其實有一個誤區 因為 剛剛雖然說是用重機電腦來做測試 但其實因為 演算法本身的特性 它其實反映出的也只是單台機器的CPU的Case 這我理解 但是因為 我們如果挑的題目是非常容易並行的話 對 那理論上重機裡面 它電腦就算其中的部分就是 對 它可以在最後解出明文的時候再全部加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的設計上面是 你的家總是在密文情態的情況做 但是其實並沒有什麼原因要這樣子 你可以重機裡面每一台電腦都換一個數字 如果自己加一加也會怎麼樣 對 因為我看Fibble 大概如果說是百萬倍的 對 百萬倍我們就覺得很暴天 也很好奇 算完了這個明年的數字也進來 好OK 像不到一萬倍我覺得還不錯 好 接下來要考慮的就是那個Size的部分 就是它Key的大小以及密文的大小 那這邊結果也是蠻樂觀的 因為我們發現明文跟Key的大小其實 只跟它的Batch Size 跟你的這個密文的bit有關 所以大概算一算不會超過一個Mega 很少 那密文的話 密文的結構其實跟Public Key是一樣的 所以也同樣是512K每個Batch 所以這個也還好 如果我們跟沒有加密的Double Precision的數字相比 大概也才多個20倍不到左右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他們在處理這個Noise的時候 他們其實牽涉到這些 除了公钥跟私钥之外 他在做計算的時候也需要引進一些Key 叫做計算的Key去彌補那些Noise的問題 所以這邊我們會牽涉到乘法的Key跟Rotation Key Sung Key其實跟Rotation Key是一樣的 只不過因為Sung有一些Optimization 所以他不需要做到Full Rotation Key 他只需要Log Under Key就好 所以你發現這個大小也是蠻Promising的 這個橫軸是Data Size 重軸是Megabyte 所以乘法的Key基本上不Data Size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才不到一個Mega 一個Mega左右 比較有問題的是Full Rotation Key 因為基本上它跟Batch Number是線性成長的 所以最大甚至可以到一個Giga 甚至十個Giga左右 但是因為這種Key 它其實是只要計算一剛開始 它其實只要送一次就好 因為假設有一個客戶跟雲端 它其實只要客戶關係建立起來 先做一次就好 所以這個也還好 而且我們去看它真實的時間 傳一個Giga以現在的網路 一百個Megbit大概也才一分鐘兩分鐘左右 所以這個都還應該 這個可以在Handshake的時候先傳完 對對對 就是我們還在談這個合作關係 甚至NBA在簽的時候就慢慢傳 對 沒錯 所以這應該還好 那最後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再做壓縮的話 你發現它大概都可以達到八成的壓縮率 而且剛好是八成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跟它裡面那個亂數的亂度有關吧 剛好都是八成 Exactly是八成 最後我們看一下它的正確性 因為它跟Double Position計算的結果 一定會有一點差別 整數沒有問題 整數當然是一樣 那在時數的話 我們發現對於幾個Case 它其實誤差 相對誤差都在百分之 都在百分之負 都在10-7%以下 所以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種情況 用Double Position計算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意義 就是用Single就可以了 用單進步就可以了 用單進步就可以了 我這邊的意思是說 那個同態加密的結果 跟Double Position的結果 相比 對 可是既然你這樣能摩擦的話 那代表你用Double Position計算 對 對 對 OK 好 好 那最後 這是一個小節 就是我們從我們的實驗 大體上這個 整個結果是蠻樂觀的啦 至少 如果對一些Privacy Critical的應用 它對效能 可能不是那麼的Care的話 我想這個 以目前的技術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只要去 再仔細推敲那些參數的設定 跟安全性的評估 然後Key的交換 這些反而是比較重要的 效能倒不是什麼需要考慮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也學到幾件事情 像是 同態加密 全同 特別是全同態加密 它目前的 的研究 其實是蠻 蠻 蠻踊躍的 那目前 呃 技術上的Standard 也慢慢在成形 然後 甚至於如果我們要推廣到 Multi Party Multi Party的系統 如果牽涉到你的Data Owner 不是只有一個 有很多個 其實他們也有Solution 在做這些Multi Key的Solution 所以這個Solution是有的 只不過 呃 我唯一的 一點點的 要Concern的是 它的Key Generation 跟Decryption 都是需要 這幾個Party 彼此互相Interactive的做 所以這個可能效能上 會要稍微注意 但是Solution是有的 嗯 然後 在 前年 2018年 新加坡的Group 他們也有一個 已經也有 實作出一個 呃 同態加密的GPU Machine Learning 在影像辨識上面 所以已經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了 那另外 現在有一個蠻有趣的Workshop 是這個Community 他們是 就是 美國NIH 他 他 他用的一個 一個活動 叫做I-Dash Integrated Data for Analysis Armorization and Sharing 那他每年 除了這個Workshop之外 他會有一個 對應的Competition 他每年會選幾個題目 然後廣邀世界各地的團隊來 針對這個題目來 做比賽 像過去幾年的題目都 涵蓋很廣 除了 同態加密的部分之外 還有那個 硬體 硬體層級的加密 就是這個SGX 是Intel 他提出的一個 一個硬體加密的方案 他們全部都是用生意領域的 也不一定 只是因為生意領域 現在可能 因為畢竟是NIH辦了 對 所以 而且生意領域的確也是 比較 比較 多這方面的應用 對 對對對 他們的那個 比較多 所以他還有做這些 Defential Privacy 跟SMPC的問題 甚至也有 Blockchain 所以 往前的就是 我看一下 就是 這是精準 精準是要嗎 對 對啊 都有了 就是某面到前面都有 所以像這幾年 在同態加密的部分 他題目就是像 這個腫瘤 腫瘤預測的 然後這個 基因體分析的 這也是基因體分析 這邊有個說明一下 去年 Facebook 有一天 我們開始做 相機加速器 那他的目標就是 能夠做 希望能夠做 realtime 在這個情況下 做 所以雖然說 今天這個 看來不怕是 reported matistical application 那個 比較沒有 急迫性 但是相機 隨便就是 million of operations 所以那個就需要加速器 那現在加速器 蠻匹瘤的 他大概可以再把 這個數字加速到 這個 一萬倍 所以 可能做一個 簡單的 大概你臉心 可以做到 反正那種加速器 我想最近可能 接下來 到 一兩年應該沒辦法 我覺得那個也是我們 今天業者的機會 對 他的場景就是 一進來就好這樣 就沒有辦法這樣批詞 對 OK 好 那最後我們來 最後這個 最後是我 整理了一些 同態加密 在安全性評估 安全性方面的問題 這其實 這一頁的投影片的內容 其實是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 學術性的 不過 至少 他給出了一個 一個comment就是 目前的大部分的 同態加密 起碼都滿足 最低要求的 所謂的 語役安全性的這個要求 那 語役安全性基本上 就是你要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同樣一個名文 加密不同次 它出來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一個 最起碼的要求 那當然 如果 這個scenario更寬的話 它的安全性的 考量就更多了 那這些 都有蠻多的paper 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想 只是 點出這個問題 maybe 未來 對安全性的 有安全性的考量的話 可以再注意一下 好 那最後 最後結束前 我想我就引用 這個 他們 這個同代加密 community 他們 在過去這幾年 釋出了一個 白皮書 然後他們是 規劃了 他們設想了幾種可能的應用場景 從基因分析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到健保 這應該是跟健保相關的 billing and reporting 然後還有國安 像是smart grid的部分 就是假設 假設 在假設一個場景就是 在做 智慧電網的監控 那可能 那個決策者要根據 智慧電網的監控結果 來做一些決策 那可以想像的是 這跟決策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過程中間的安全性 是有要求的 最後在 教育的部分 這個是 美國他們要去研究 這個不同學校 他們 這些 錯學的學生 就是 什麼學生比較容易 錯學等等 那似乎他們有一個法規 在規範說不能去release 這個學生的資料 所以他們也有這樣的考量 那像這個Social Security 應該是跟 Cybercoin有關的 像是 信用卡 倒刷等等的 那 Business Analytics 大概就是跟我們今天 所講的這個統計相關 是比較有關的 最後是Cloud 那這個就是 最標準的應用 計算的 Outsourcing 那我們自己 可以設想的幾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根據 我們現在有的技術 有的經驗 大概可以設想的可能性 接下來要做的幾件事情 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一個是 所謂的 Order Statistics 就是我們去 思考 怎麼樣做Comparison 怎麼樣做Ordering 這樣子 起碼我們可以把 傳統資料庫 常見的一些操作 可以用同胎加密 來操作一次 再來是 簡單的 Machine Learning 像是Logistic Regression 甚至於是 Neuron Network Training 那它的場景是 這邊設想的場景是 可能像有一些 半導體業 他們不同的產線 他們都有一些生產的參數 那他們可能會需要 去針對這些生產的參數 去做最佳化等等 那據我所知 因為我並不是業內人 但是聽說他們對這個 安全性的要求 是非常嚴格的 甚至連同一家公司的 產線跟產線之間的資料 的交換也是非常保密的 所以maybe這個可能也是 一個應用的場景 不過這當然是 要跟應用端 再協調才有辦法 那最後是 這個 一些 影像 這個 疾病預測的 Machine Learning Imaging 的Machine Learning 好那我想我在 H1的部分 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的話 我請Jane來 幫我們補充一下 為了一個想問 就是你剛剛有程式嘛 那個程式嘛 聽起來是Polysic 它Native API嘛 對 但是因為剛剛老師 提到加速的元件 就是加速 那一般像我們做AI的話 像Pythorch 它其實不是在你剛剛寫的這一集 它是在比較抽象層那一集 它有很多個後端 那所以目前在H1裡面 有沒有像LVM這種東西 就是你只要寫高階的 那它就幫你變成好幾個 後端 因為剛剛聽起來 每個後端 能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有的 現在像我們 如果回到最前面這一頁的話 這邊都是Library的層級 然後每一個Library 提供的就是像 Key Generation Incruption 等等這種基本的操作 的確是有一些Project 都是非常初期的Project 它試圖要再設想一個 Common API 然後你底層可以去抽換掉 這些不同的Library 的確是有 我目前看到大概是兩個 但是我的評估是 那些大部分都還是 可能一個實驗室 自己的長期 這還不是所謂的 industrial standard 還沒有 業界標準 因為畢竟這個才剛開始 這個本身它技術的standard 也才剛形成而已 所以我想這可能需要一點 所以我覺得 再等一下才有抽槍 我們目前就是 調一個比較廣的Library 蠻用的 現在這些 基本上是基礎的 在上面有一些 類似的Library 你問的 你可能是這個 Facebook也有 我們有在看 CreekPen 像這個東西 可以 逐漸可能有一些公司也很厚 這樣 因為Library這個真的是 對業界比較 比較重要的 儲犯的東西 那它 這部分 我們絕對是在觀察 所以現在正在看 那上面 陸前大概 我會說它還在阿法 基於使用性 大概 還在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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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好那我想 最後這一頁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 設想了幾個 工作跟計畫 是不是 Jen 我只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的 國防中心在 HE和相關的 Privacy Enhancement 的 Technology方面的 工作和計畫 然後第一個呢 就是要比較一些 HE的那個 Open Source Libraries 在您在第五頁的時候 有看到說 我們列了 從那個Wikipedia列了 9個 Open Source Libraries 所以我們從 中間選了 其中三個 比較 popular的 就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 Privacy 那是軍營已經做了的 然後另外兩個呢 一個是IBM的 H-E-Lab 然後還有 Microsoft的Seal 然後我們現在都各有同仁在研究其他的兩個 Libraries 那我們是希望說能夠來比較一下他們的Performance 這是第一個 希望在第一季能夠有一些成果 然後呢第二個呢就是 因為基本上那個 我們現在做這些比較都是 或繼續做的都是比較基本的統計量的一些算法而已 那我們希望能夠去實驗一些比較實用的一些應用案例 然後 然後就剛才我們也列了三個Candidates 然後或者說您這邊有沒有一些那個什麼 從政府方面有沒有什麼 應用案例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 對 一起來合作 對 尤其是如果說你能夠提供資料的話 那這個方式呢 我們覺得說我們自己那個內部做呢可能會比較慢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可以跟那個國外的一些工作 像Durality和IBM呢 我們可以跟他們做一些collaboration 因為我們有已經跟他們都有開會過 然後他也很願意說跟我們一起做一個POC 但是那個那個應用案例呢 需要就是比較很明確的定義 就不能說很很很很 不能說只是把數字加強 對或者是說 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POC的 sorry Durality 他們有一個那個 commercialized product 叫做那個Secure Plus 那他們其實都已經有一些GUI 你click 一些鍵 它就結果就馬上就出來了 對 就做那些POC基本上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容易了 那裡面有做 好比像說你給定那個 Exelon 或者Exelon Delta 然後它就像合成資料主 這個倒是一個學生已經定義非常清楚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我有Raw Data 我想要省符合某些條件的合成資料 但是我省這個資料的過程 我不想要你看到Raw Data 那這個我可以說 這個是我立刻就可以想到的一個用力 而且還蠻確定的 好 那我們可以跟他們再討論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第二個方面就是 我們可以去參加iDash的那個Competitions 因為它每年的話 他們都會公佈一些不同的Tracks 大概每年大概都有三到四個Tracks 不管在HER或者是在Federation Learning 或者在那個Blockchain都有 那其實我們中心都有做這方面的研究 搞不好就是你可以借這個機會來看看 試試看我們的那個 對實力到底是怎麼樣 那那個今年的那個Timeline還沒確定 然後至少去年的時候呢 是八月報名然後十月禮節 只大概都給你有三個月的時間 可以做一些實驗 因為他們都會給你題目 很明確的題目 還有很明確的 還有給你data 就有點像那個 Kerco的那種Competition一樣 對 然後最後呢 會有個workshop 會announce這個winners 然後裡面大家會有一些share這些 他們到底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 把這些東西實做出來 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呢 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 背上別人已經現成的東西 open source的東西 那我們中心自己也有一位研究員 是蘇振耀博士 他有提出了一個他自己的那個HE的方法 那因為原來他是研究 應該不會說原來 現在還是 在研究 量子 量子運算的 對對對 那基本上他把那個 他量子運算的那些概念呢 然後把它衍生到那個這個HE的那個地方 基本上他有一個 有一個理論就是叫做 quotering algebra partition 那個概念呢 老師我先澄清 它的那個數學完全不懂 那個太太太先進了 完全看不懂 但是概念呢 基本上就很簡單 就是要把你那個原來在古典的那個線性的碼呢 把它那個延展到那個所謂的那個量子的世界 或者就叫做Hilbert space上面 OK 那這樣子 透過這樣子的延展呢 那你原來的這些很簡單 這些那種基本的運算 不管加法或成法呢 都能夠把它保留住 嗯 然後不 不需要像現在的HE上面的一些那個 要做boostrapping 要去做一些error correction 那邊完全不會碰到 就是它沒有noise 對它不會 對 所以基本上它這邊的話就可以那個 聽起來很厲害 對 不過 我那個computing 現在也是noise 不會 那是硬體傳 對 但是它的方法是 基本上那個noise可以 沒有或者是很少 那它把它在quantum computing的那個一些應用 剛好把它應用到這邊那個HE上面 因為都是 然後它的運算都是在Hilbert space上面 對 所以說 它每算一次就生一些error correction code 所以它每一步都不細想進去 對 我剛看它的preprint 對 只看得到結論 對 總結過程完全看不懂 對 對 然後但是因為它現在都是 已經把數學都導出來了 對 然後所以說接下來呢 它現在已經在找一些學生 在寫一些code做一些實驗 因為你數學導出來的話 那個 只是那個理論上證明說 不管說是精確性或者是那個security呢 都是比現在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lattice based的這些方法呢 要來得好 但是實際上去實作呢未必 所以說它們現在也已經在開始就是寫一些code 然後而且是要在GPU上面去做運算的 那是希望說那個在大概在第二季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成果 OK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中心現在在不管在HE 或者是Fail Radio Learning或者甚至於那個blockchain 我們都有做一些研究 然後呢如果說那個您這邊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來跟您報告 我們的那個一些一些進度和程度 如果我們的那個結果就是這個像今天錄影 都用CC授權釋出 所以我們定期來錄科普影片 這個我會非常便宜 都沒有問題啊 不是跟我一個人而已 那當然 因為就是我關於 好不要我對那個之前有看那個Rainbow嘛 他們這個厚量子加密學 我光是就是多邊量跟經格有什麼不一樣 我大概就可以了解 但是過程我完全看得到 我厚量子加密學 所以目的還是說把它盡可能公開出來 讓更多人能夠看得懂 對好沒有問題 因為這樣其實也會加速我們那個研究的那個動能 因為像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因為也是要來給您報告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就那個 才會有這麼快有這些那麼多的產出 不然的話我再猜我們大概也是就是慢慢 慢慢慢慢 而且我們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不管從法律上或者從實務應用上 如果不知道說現在已經一百萬倍的delay 變成可能一萬倍十萬倍的delay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也有很多東西不敢往這方向想 所以我想雙方都是探用幫助 對對對 OK 那基德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報告 好 看大家有什麼想要提到的 其實我這個我真的是門外汗 像我有把講一直好好看喔 真的還是 因為這各含五、各三 我是自己覺得是說精準醫療的話 我個人可能就像有講的就是我們家是食物部分 那以前的話因為我也在健保所 所以我覺得這個精準醫療很重要 馬上立即針對健保的就是節流 因為健保政策最主要財務的問題就是台語跟節流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真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邊現在在做的 可能是突破上 可能是針對的就是提到的就是 可能說這個資訊流怎麼樣去把它 整合在一起 然後讓它治安 那可能我們像剛剛提到就是 有講的就是說 讓擔心有這個風險了 根本都不用擔心 其實已經進步到哪裡了 應該是到外太空了 我們還在本位主義在那裡想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我自己是比較針對是下一步 就是說這個平台跟這個資訊的 這個資訊流的整合部分 我們也在因應的像我們最近這個COVID-19 我有看一下那個 我們裡面的那個結構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疫情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收了很多資料 其實以後的疫情我們都覺得還會再來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能夠 如果有事先在這個平台上都已經有了 然後下一步的在應用上 我是針對的是後面的像譬如說 它的除了食物應用啊 產學或者產值的部分 這個我是比較有興趣的 對 這樣 其實如果在應用也好 如果這邊看到一些資料 有可能哪些的應用 那有一些資料的話 我們可以試著看 試著做做做 對 因為我之前是在長照 其實我們都對於 就是我們台灣其實是長照 才在攻擊端的起步 就是一直和服務好像應該要提高提高 可是我們也一直在想 其實台灣已經 就是說國民的健康已經有一定的水準了 那個知識部分沒有了 只是因為華人社會比較有一些可能 觀念上要改變 那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又有健保 然後我們又有一些私人的data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做 因為健康是在前端嘛 意思是在後端嘛 你要怎麼樣去知道 所以我預先能夠知道 就像我們的這個cancer 這個預測這個一樣 對 我是覺得說 就是我就看了那個圖牌 我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 資料裡面其實也可以 其實可以怎麼樣 讓它可以做一些東西 然後回歸到政策上 回歸到政府的一些事情 這是我只是初步 今天自己在想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 光是衛福部內部的 3C機關之間的資料流 所有的職業已經會 就是因此受到一些啟發 因為本來他們蒐集的時候 都各自有各自的目的 那當然都對衛福部來講 一定更好的政策 那這個跟這個目的 看起來是契合的 但是如果在中間 就是雙方都有各自的 第三方運算的夥伴 那roll data的分享 就變成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媒體非常了解 對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不用簽NDA 不用這個就好像 在自己家裡算一樣 對 那這個對他們是很有說服力 對 像現在在 科技部在推健康 大數據評論 那個部分就是 知情同意的情況下 應該可以是一個好的期點 但是有更多的資料 你沒有拿到知情同意 或是過去的病例 那個很重要 對 因為你要 你要有那些罕見的例子 那些我覺得可以 從這個方法來搭配 對 對 只要確保說像我們的 為什麼其實挑這個 好像toy problem 的原因也是因為 這個當 如果你是在加密的狀態 把加總都算完了 你只拿一個總和 絕對不可能反對出 任何一列的資料的 除非只有一列 就絕對沒有可能反對 那這個時候 然後它就非常像 我們在各自討上面說 它是以統計目的來做使用 只是說如果這一段程式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這是統計目的的話 那這個跟知情同意之間 就慢慢比較脫鉤一些 那以前都說 因為你在第三方運算者 還是會拿到全部的融為卡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用別的方法 來有點好像繞道 但是每一次繞道 形成程度特別高 那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做到說 它完全不用繞這個道 那只要按一個鍵 就跑去那邊算 加總再回來 這樣子 所以才因此挑一個統計 而不是學術目的 因為學術目的 有它自己的一個程序 但是統計目的 只要大家都同意是統計 就可以了 對 剛剛很負責人提到 精神健康法 其實我往在先前 今天中研院的 我們這幾三次 我們這邊有 14萬個 健康人士 進行的健康人士 那目前也正在 跟整個皮臺 都科目辦理面 在台灣 就是其他的 三十幾個 現在才要做資料 那我覺得 就是一個類似的 也是說 今天這些資訊 要收集 然後要接受 申請的運用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對這個資料的恐懲罪 就是一個 可以大改的 譬如我們第一群 但是剛剛 像你提到一個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就是說今天讓 這些美町相關 政策跟計畫的 這些部份 了解 就是說科技 前端的技術的進展 把它距離可行性的話 可以因此 那在政策跟方向推動的時候 就比較知道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我覺得這個其實在現在 很多計畫 政策在研究這段 其實才有幫助 對 而且不用做以前的那種取捨 主要的目的其實在 所以 剛剛其實在想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公開 今天的討論都會錄以後 對 其實 如果有機會 讓更多的 就是 這些相關科技 單位 了解 這些技術的進展 其實 相對於這個 真實的技術生物 是 我們是錄畫面配聲音公開 這個我們 一開完就會放到YouTube上面去 大家都沒有講什麼國家機密 所以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們之後還要用這個來製作 可能剛剛解報的部分的短片什麼 那如果要配字幕什麼 那我們這邊當然有些資源 或者你們也可以自己配 可能專有名詞會更精準一點 那 反正因為是CC秀群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拿去運動 讚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